全国爆缺药潮 社区药局表示说台湾市场相对小众 政府一再砍药价 药商无力可涂 或者是全球原料供应链吃紧的时候 就会先牺牲台湾 一旦国内药剂量不足 药商优先公益医院 规模小 用量少的诊所和药局 首当其冲就先缺药了 越是偏箱诊所和药局是越吃亏 社区药局缺药种类已经多到数不清 年代影响的曼签领药 玉立庄药局表示 目前缺药只要是抗生素和胃药 还有一些处方签的进口药 已经缺药两到三个月 进口药通常会先配给大医院 剩下才会到药局 像抗生素 抗生素就有缺 跟胃药都最缺 还有一些进口的 我们健保处方的那边 这些进口药也不缺 我们普通药都没去挡去 现在挡到两三个月都没药 那边也是完疗的问题 是说它进口有什么限制 然后它变成现在一百药 两优寒 所以变成说 二百药就先配给大便宜 大便宜后 有村的这些有可能 配这些药起来 所以量度并听不到 缺药的部分也发现另一个问题 有些老人家会认药 如果开给替代药物 就不肯服药 不过也有民众倒是认为 紧急状况还是会勉强接受换药 要怎么讲 如果真的紧急的话 也没有办法了 能这样接受了 台湾市场相对小众 政府一再砍药价 药商无力可涂 或全球原料供应链吃紧时 就会先牺牲台湾 一旦国内药剂量不足 药商优先供应医院规模小 用量少的诊所和药局 首当即充先缺药 越是偏箱诊所和药局 越吃亏 记者高雄双运镇采访报道